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一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独自去寻找七年没见面的女友 随后 乔一带上简易的武器来到了地面上 这时的地面已是一片荒芜 巨型怪兽也随时会出现 不久 乔一进入了一间废弃的屋子 他在水池里发现几只眼睛 不料 这里藏着一只变异的巨型癞蛤蟆 他吐出长蛇 抓住了乔一 这时 一条狗窜出 咬住了长蛇 乔一才得以逃脱 随后 一人一狗逃到了一辆巴士上 这里也是狗狗的家 从这里丢弃的衣服来看 他的主人应该是个女孩 但是现在也是不知去向 这让乔一想起了自己的女友 他也喜欢狗狗 是个动物爱好者 在这里休息了一晚后 乔一又要出发了 结果他刚下车 狗狗就追了上来 他吊着主人的衣服让乔一也戴上自己 原来 他也要去寻找女主人 乔一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 至少有个伴儿 就这样 一人一狗开始了冒险之旅 一路上 狗狗不但是乔一的好伙伴 还会提醒他那些野果子不能吃 这天 乔一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坑里 不料这里有许多的巨型杀虫 索性一对妇女正好路过这里 救起了他 随后乔一得知 这男人叫克莱德 女儿叫米诺 三人正自我介绍时 远处又传来了怪叫声 他们只得快速离开 因为一只碎纸怪已经盯上了他们 就这样 三人结伴同行 继续着冒险之旅 得知乔一离开地宝 只是为了寻找七年未见的女友 克莱德连称他是个爱情疯子 其实在这末日世界中 有一点希望何尝不是好事 至少我们心里还有爱 在一个山沟里 克莱德突然让乔一脱下T恤 原来 他的身后有一只巨大的原石蜗牛 让他带走T恤 就能逃脱碎纸怪的追击 晚上 乔一会把所有的怪物都记在画册上 比如他们的体型 力量 弱点等等 有了这些材料才能够更快地消灭他们 而一路上 父女俩也教了一恩不少的生存技能 虽然很累 却让他变得越来越坚强 不久后 在一片沼泽地旁 乔一与父女俩进行了告别 接下来他的路将独自完成 再进入一片树林后 狗狗突然表现得极度不安 并躲进了一艘小鸭船下 乔一也知道他们遇上了麻烦 果然这尸地下酸出了一条巨型蜈蜈 看着眼前的巨物 乔一瞬间被吓蒙了 他直接被甩到了一边 在恍惚中 乔一的耳朵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他让儿子一定要活下去 此时 巨型蜈蜈正准备一口吃掉狗狗 乔一鼓起勇气将他吸引过来 并用弓弩将他击毙 一人一狗总算是又逃过一劫 晚上下起了大雨 乔一和狗狗跑进一辆汽车旅馆中躲雨 不料这里还有一个能说话的机器人 他身上还有少许电量 但双脚已经断掉无法行走 一番交流后 机器人同意将自己仅有的电源送给乔一 这样乔一就能够通过无线电与艾米联系 从艾米口中得知 二人间的距离已经不远 一些幸存的人类正准备去救他们 不过刚接动不久 电池就用完了 此时 机器人身上也仅剩十分钟的电源了 为了报答他 乔一将机器人包到了屋外 他们坐在一起聊天 看漫天的水母飞舞 机器人还寄兴地放起了音乐 当一曲钟了 机器人的电源也消耗殆尽 第二天 乔一带着狗狗继续前行 在一片草地上 他们遇到了更加凶猛的怪物 沙虫王 乔一被吓得一路狂奔 沙虫王在地下穷追不舍 他所到之处尽是天分地赋 而沙虫王只能靠声音追捕猎物 所以乔一和狗狗躲到树下根本不敢动摊 沙虫王在他们身边徘徊一阵后 又缩回了地下 结果狗狗发现 主人的红裙子掉落 急得跳入了水中 这下又将沙虫王引了过来 情急之下 乔一拿出了克莱德送给他的手雷 在沙虫王跃出地面时 顺势丢入了他的口中 最终将它炸得粉碎 掉入水中的乔一也十分激动 真没想到自己干掉了一个大怪物 结果上岸后 他发现自己身上爬满了马皇 更糟的是这些马皇还有毒 不久 乔一便陷入了昏迷状态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在一个营地里 眼前的女孩正是艾米 她救下了乔一 据艾米说 游艇船长带着一些人找到了这个基地 并准备带着大家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在艾米的带领下 乔一也见到了船长一亲 证明船长很热情 声称会帮助大家离开这里 还生散了乔一这场为二而来的壮举 当然乔一这七天的经历也让艾米无比的感动 但事情并不是乔一所想的那样 艾米没想到乔一真的会找来这里 事隔七年 艾米已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懵懂的少女 这几年里 她失去了亲人和朋友 更在去年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 得知此事 乔一有些崩溃 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傻瓜 为了你我做了半年的准备 翻山越岭了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艾米早已经有所属 晚上 乔一打开了在地堡中画的地图 上面有地形标记 还有朋友们满满的祝福 看到这些 乔一只能苦笑 她用这里的无线电 联系了地堡中的朋友们 当听到朋友们的声音后 乔一非常激动 这熟悉的声音让她感到无比的温暖 乔一向大家简短地讲述了这七天的经历 她提到了狗狗boy 提到了一路上遇到的怪物 却绝口不提艾米的事 同时乔一也知道地堡的情况并不是很好 随后信号再次中断 也现在这时 乔一发现了桌子上的浆果 这正是狗狗不让他吃的果子 他们有毒 乔一突然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 乔一马上去找了艾米 但为时已晚 吃了浆果的人全都倒在了地上 第二天 船长一群人露出了真面目 其实他们是海盗 来这里就是为了争夺资源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有请动力 竟是一只巨型的螃蟹 它身上的铁链和电线 正被船长控制着 很快 螃蟹爬上了岸 营地被抓获的人将会是它的美餐 而艾米等人并不想束手就亲 乔一也拿起一把鱼叉 将冲上来的螃蟹打翻 但螃蟹被船长控制着 它挥舞着巨前将乔一打翻在地 危险之时 狗狗冲上去挡在了乔一面前 而乔一则让他快去帮艾米 就在乔一被扑到角落时 艾米丢给了他一把武器 在这一瞬间 乔一与螃蟹离得很近 但乔一并没有射杀螃蟹 而是将他身上的铁钉剪断 就这样巨蟹获得了自由 放开了乔一 转而向游艇扑了过去 随后 一船的海盗成了他的食物 虽然这些 乔一与艾米倒别返回了城堡 他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好朋友们 地面虽然是危险的 但总比一直生活在地下要好 外面这个漂亮 而且令人振奋的世界 值得我们去冒险和争取 就这样 在乔一的带领下 地堡中的人来到了地面上 他们重新找回七年来一世的东西 另一边 艾米也带着他的人来到了地面上 也许他们会在不久后再次相见 这部2020年10月才上映的冒险电影 爱与怪物 讲的是末日 其实是我们的生活 他告诉我们不要执扭于自己的小圈子 要勇于走进那个残酷却广阔的世界 本篇结尾没有幸损者的而与我诈 有的只是鼓励与阳光 陌生人与朋友的温暖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